在一个女人的高光时刻 选择回归家庭 选择为家庭为孩子付出 这真的是很多女性非常伟大的地方 但是呢 我也又看到了她的一种精神 就是一种智慧 受人与余 不如受人与余 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生活当中 她都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并且目前呢 我也特别感谢妍夕的信任 能够一起进入我们凯莉的团队 一起去经营这份事业 确实呢 我也是在进入凯莉的当中呢 越来越喜欢这种模式 因为我们这些年呢 一直承担着养育孩子的责任 陪伴孩子 那如果说其他的工作 我们虽然说内心有很多的不甘心 但是的话呢 想要去朝九晚五的上班打卡 那也几乎不可能不现实 但是在凯莉团队当中呢 我觉得她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优秀的人 而且呢 而且呢 就是我们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上班时间也很自由 这就是满足了我想要创业 又想做好妈妈的这种愿望 真的是非常好 也非常感恩凯莉 把我们有这种愿望的小伙伴 可以链接在一起 让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不甘心 让我们有多了一份选择 可以去融入社会 融入圈子 交往到更加优秀的人 真的特别特别美好 现在目前这种状态 好 那接下来呢 谢谢妍希 接下来我要有请我们 今天的第二位分享嘉宾 冰妈 她呢是一位80后 一位五岁男孩的妈妈 而且呢 她是十年的电气工程师 一级注册建造师 美国PMP项目资深人士 管理的资深人士 那接下来呢 有请冰妈 文健姐你好 哈喽早上好 早上好 特别谢谢文健姐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 可以在我们凯莉的平台 分享我的经历 刚刚也听了延期讲的 我觉得特别的受到鼓舞 就她的很多观点 和我的很多观点 都非常的相似 我就简单把我 为什么会参与我们凯莉的 一些想法分享出来 和大家小伙伴们一起共同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 怎么说了 电气工程师干了十年 是一个技术出身的 为什么现在会成了全职妈妈 这个经历也真的很艰辛 第一个呢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在工作了五年之后 选择了离职 原因就是和老公 两地恋谈了五年 没有分手 那没有分手就必然要结合 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离职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城市 那么你在离职的时候 你会损失什么呢 因为第一份工作 他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了 当初去作为他的创始团队 真的是面朝黄土 只是没有背朝天 因为顶上是一个大厂房 就是在这样 就是一把汗一把汗干出来 包括你的领导 你的同事 对你都有很多认可的时候 你没办法 你真的只能为了 你所认为的最重要的是 比如说你的人生的伴侣 要去放弃 那么在你放弃的那一刻 你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没有 甚至你要在离职的时候 你的持股都会被收回去 这就是现实 但是没办法呀 我们的老公就那么一个 工作可以有很多个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的离职 第二份工作的离职呢 是又是干了五年 又是在一个初创公司 我们从一个自己租的那个办公室 然后到一直到我们厂房的扩建 在厂房扩建过程中和技术 外部技术专家的沟通交流 全部都是我负责 真的我说也谈不上说一把心酸力 但真的是一路一路走过来的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五年之后又面临辞职 为什么 因为当妈妈 当妈妈之后 你就会觉得生活所有的时间 好像都不能让你去去兼顾 在那个时候 我才明白了 就是我们经济学原理的第一大元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成本 也就是对你来说 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无形中牺牲了 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成本 那么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 就是你这个人 纵管你有三头六臂 你很厉害 但是你也无法做到 你的妈妈 你的孩子在需要你的那一刻 你依然还可以在公司参加的新品 发布会 谈小分身 所以两份职业的离职 就让我一直在反思 到底什么样的事业 才是适合我 让我可以用下半身去努力奋斗的 因为我可能是技术出了 就有些事情 要不就不干 干 咱们就把它干了好 所以才有了今天 我朋友带我进入了凯莉之后 我觉得呀 这个就是我真的在熊找的 第一平台够大 第二 我觉得未来无可想象 第三 时间充足 第四 给你个人魅力提供的舞台非常大 这就是我老凯莉的第一点 我真的就像言细说的是眼前一亮 当我看到看到凯莉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再次要感谢 带我进到凯莉的小伙伴 因为她让我知道了 有这么一个场 有这么一个平台 可以找到我自己时间的 平衡点的一个事业 谢谢 然后第二点呢 我想分享的就是 有没有一个事业 就是像我的痛点 就是我的痛点 就是你看我的第二个公司 今年它也上市了 但是你纵然有肝骨 没办法 人家会高价回收回去 那么你后面的收益 整个就没有了 那我在想 我们总有老去的一天 当我们老去的时候 有没有一份职业 或者一份收入 不因我们的年龄 不因我们人在哪里 不因我们是否离职 而我们曾经挥洒过的热血 都会有回报 所以凯莉 我觉得她这种模式 我当时看着 我觉得真的是为之惊喜 我觉得在她这个平台上 你前期所有的付出 一定会拿到所有的结果 哪怕是我们可能60岁后老了 躺在病床上 你的收入依然是源源不断的进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性化的设置 就是她会在意你曾经的付出 她能看到你给这个公司带来的利益 带来的热血 所以她会一直回馈你 不会因为你是否还能干得动 不会因为你是否还能去应酬 能去喝酒 而把它中断掉 我当时真的特别感谢 就是我能进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有任何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业 让我在想 我老年的时候 我一时无忧 这个就是我选择 她的第二点 为什么选择呢 你看我们现在 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 我们一定要是共生的关系 就是说大家现在谁都不傻 你想去赚别的钱 别人还想来赚你的钱 那么你要有一个 你老了之后依然给你躺 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的持续性 一定要非常长 那么它怎么持 一定是像鱼和水 它是共生 就像我们言细说 它既可以 我们自己是消费者 同时也可以 我们是经营者 那么在我们消费在境的 所有人都会成为 这个大网中的任何一员的时候 我们这个网足够大 足够稳定的时候 它才有可能做到 我们终老的时候 它依然是活灵活现 而不会因为就像那盏灯灭掉 而流失掉 这个是它最最大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种可能性的全球化 就比如我们现在 西安的疫情 西安疫情之后 所有的物流停掉 那么代表你所有的 如果我们现在是实体 那么你实体公司 是不是也要停掉 你甚至连货都发不出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如果我们的西安被停掉 但是我们其他小败 其他的城市 在其他的世界各地的任何国家 我们的这项事业 依然在往前推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可持续性 是不是就出来 就像有一种一人有难 万方来支有 那么全球化的这种共生系统 才能真正做到这样的一个共生 因为它局限 它没有局限 它很大 就真的有一个地方 在龙线掉的时候 其他的地方 正是在正常用行的时候 才能保证 我们共生线的 一直在持续的增长 所以全球共生的这个 这个概念 真的我觉得是特别大 就是大到 它可以真的去实现 它的可持续性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在选择 一个商机的时候 它的可持续性 一定要去考验 然后再看看 我们全球基数有多大 就光我们中国十几亿放在这 那么全球的话有多少 那么我们一直 如果在这个点上 有保持着生命力 那我们点下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可再生资源 那么这个利益 全起来的大球 它一定会大到 让你觉得惊喜 这个是我选择 它的第二点 那么凯利其中 让我看到第三点 我觉得 它特别的公平 为什么公平 我们在公司有职集 我们现在要去做代理 你要拿它的销售提成 你一定是要有级别 那么级别都是怎么来的 都是拿钱砸出来 比如说你三十万 我给到你什么级别 五十万给到什么级别 我在想难道 对我们这种妈妈来讲 就没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线 给到我们 我们不优秀吗 我们没有男人努力 没有男人有毅力吗 我们都有 为什么 只是因为我们身体有本体安 我们对孩子的爱护 天生会比男人要多一点 难道就因为这种羁绊 就要把我们放在家里吗 所以凯利平台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公正 它给到所有人 同样的起跑线 没有任何的阶级 没有任何的等级 只要你OK 只要你有精力 只要你有余力 你在这个平台里 都可以去发挥 就让我觉得他的模式 就是让我看到了公平性 就是没有那种 因你没钱 而被欺负你的那种感受 只要你的这个人的能力OK 那么我就把平台给你 你想要多大 那么我的平台 就可以延展到多大 在比如说 我们现在传统的行业 就我们所熟知的微商 或者说是带大量的同货 同货之后 可能对你资金的 也会有压力 你要压一部分的资金 同时我们现在倡导 是轻资厂创业 什么叫轻资厂 你看疫情以来 我们所有的现象 停掉的时候 你的房租 你的人员工资 一定是要正常给的 就即便你不赚钱 那么在这种 未知的政策的影响下 你的内心一定是焦虑的 就是你会焦虑到 认为明天的出路在哪里 那么你的这段交易 又会回转到你的家庭 回转到家去 影响你的状态 甚至影响到你家人的状态 所以绕了一圈 好像似乎又绕回来 那我们走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更好 更好的前提就是 我们自己的状态要更好 所以首先 我觉得我们这次 要在开始起航 我们应该 作为妈妈 把我们的所有压力卸掉 真的就是在一个 轻松愉快的环境中 往前冲 把你所有的能量都拿出来 就像延西说的 什么叫商机 只有当2%到5%的人 才知道的时候 她才是商机 那么凯莉 她就是给了我们 这样的一个商机 就是要玩 我们就要玩新鲜的 因为新鲜的 在很多人都看不懂的时候 她的商机 她的可能性才会出来 而我们现在传统的代理 已经被玩烂的时候 你觉得她的天荒板有多大 一个有天荒板的企业 给到你的时候 你还有多少的动力 在去奋斗呢 所以今天我就在想 这个公平的起跑线 给到我们 这个可以延展的平台 给到我们 这个新的商机 给到我们 那么我们 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拿出你的胆量 大胆地去干就好了 至于后面的结果如何 我觉得有努力 一定会有付出 那么加入她的第四点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 就是做了妈妈之后 我觉得天然的 就好像把自己放到了 所有的人 和所有的人的事情之后 就是什么都是 先紧着别人 别的事情 好像就把自己 就好像就觉得 明天再说 等闲了再说 最后你发现日复一日 没有一天是闲的 就我在想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 在角色平衡中 找到我自己 我首先把自己爱起来 所以我这次 就做一个我们的大套餐 我就希望 我能今天知道 我花了钱在这里 我一定要去吃产品 保养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 对我来讲 我家庭的低 我觉得现在 都是在围绕我的时候 我很重要 我是不能倒下的 因为妈妈 爸爸需要我 宝宝需要我 但是平时呢 就是你好像觉得 呀我自己的事情 不着急 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这样明天明天又明天 明天了五年 所以我现在决定 我就是一定要告诉 我今天花了钱买到产品 我要认认真真的吃 我要对自己负责 我对自己负责的时候 我才是对家负责 我要强迫我自己 就强迫我自己 不能浪费产品啊 一定要好好的吃 去体验它 去体验它带给你身体的改变 去体验它带给你 可能的那个商机 我说的就是我都很激动啊 因为真的是今天 没有想到能 娟姐有幸邀请我来 和大家做分享 因为我可能和延熙比 我觉得没有COO的经验 就是技术出身 就从技术干货技术 美国的谈判呀 什么包括外国设备的影迹 都是去技术交流 真的就是可能在 就是交往的层次 没有延熙 就是做的这么的宏大 我就把我底层的一些东西 分享出来 如果能共勉到 我们一些和我一样的妈妈 那么你就不要犹豫了 我们一起来做就好 没有什么可害怕 看就两万块了 怎么样 你说我们又不买名牌包包 又不买那种名牌的衣服 给自己保养一下 为什么不好 当自己好的时候 把家和孩子照顾好了 我想那才是真的好 然后我在结束的时候 我就想用我们周凡老师 就是我们幸福心理学的 一个专家他说过 如果你想升级你的生活 那么就要开始一些新的冒险 我们要进到一个全新的场景中去 做一些以前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打开我们的生活 这样新的可能性才会进来 所以在凯莉 我准备全力以赴 打开一个我自己新的可能性 如果你觉得OK 我们一起来 即便我们打听的生活 不是你想象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这个经历 一定可以去精彩我们的人生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娟姐 谢谢 太棒了 我都听得都入神了 我看屏幕前有小伙伴留言 都被你点燃了 其实通过我们冰妈的分享 通过镜头都能够感受到 她对凯莉的热爱和喜爱 真的是抑郁言表 真的是你的这种热情 这种生命状态 特别好 特别好 那确实是 我们以前都曾经是职场精英 但是我们就是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选择对孩子付出多一些 但是同时呢 我们又没有放弃自我成长 确实卡丽这个平台呢 圆了我们很多 就是对生活不甘心 想要有更多可能性的 这么多全职妈妈的梦想 就是有一句话 我们不能够左右朝起朝落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 腾风拓浪 那我在冰妈的这种 这种状态下 真的是激情澎湃 然后信心满满 也你的这种能量 这种热情呢 也打动到了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是全职妈妈的专场 就是我相信屏幕前呢 肯定也有男性朋友收听 但是下面这段话呢 我想送给我们的 我们的女性朋友啊 如果说我们男性朋友 可以跟自己的老婆转达 或者跟自己的女性朋友去 去传达啊 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 就是你最美的样子 不是相夫教子 不是宿面朝天 也不是老实听话 不是乖巧省钱 而是你已经可以靠自己 过上更好的生活 却依然带着精致的妆容 不忘初心的努力 这才是女人最美好 最可爱的样子 那让我们带着一颗不甘平庸的心 一步一个脚印 稳步向前 不速不念过往 不速忧伤 不惧未来 生活呢 不需要跟别人比 但一定要比以前更好 希望我们每个人 一直在越来越好的路上 那今天呢 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也感谢屏幕前小伙伴的互动 那 谢谢 谢谢观看